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開始講三支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真的要開始講的靜電廠 那我們前面講過 我們課本的寫法 就是他列出幾條基本的假設 假設電廠磁場要滿足什麼樣子的式子 那在這個假設之下 我們用第二章學過的那些數學的工具 去推導出一些 可以用那個實驗驗證的一些定理 然後理論上就是你去比較一下實驗觀察結果 跟你這樣子去推導出來的那些公式 如果都對的話可能 那個所謂的基本假設大概就是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 電廠 我們先看第一點 第一點我們再給大家提醒一下 這個電廠的定義是什麼 OK 電廠的定義是這樣 電廠是一個分佈在空間裡面的一個特性 我們現在先不考慮說電廠是有什麼東西產生的 電廠是分佈在空間裡面的一個特性 所以你怎麼知道 比方說空間裡面這邊有一點 那你怎麼知道這一點的電廠是多少呢 那你就可以放一個 電荷Q 然後你可以去 把電荷Q放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你去測 測量Q所受到的靜電廠給他的力 靜電力 因為你可以去量力 所以 在這一點的電廠一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 單位電荷所受的力 也就是你量到的總共 靜電力除以那個電荷的大小 就變單位電荷所受到的力 OK 所以第一點 我們先 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 靜電廠是一個力的觀念 所以這邊Q基本上是一個測試電荷 那你在放這個測試電荷之後基本上你希望 這個Q要趨近於0 為什麼Q要趨近於0呢 因為Q本身也是一個電荷 那他也會產生一個電廠 那Q所產生的電廠有可能會對 你這個環境裡面 你要討論的這個空間裡面的其他的電荷造成影響 所以他有可能對其他電荷造成靜電力 所以那些電荷可能會跑來跑去的 可是那些電荷是原來產生 在這一點產生那個靜電廠的Source 所以你如果Q太大 它產生的影響太大的話 你會改變原來Source的分佈 那變成說 你要量的 這一點Source的力 就不是原來 當你還沒有放Q在P點上面的時候的那個靜電廠的值 所以 我們希望Q趨近於0 所以Q即使有靜電 產生一個靜電廠 可是它因為趨近於0嘛 Q如果趨近於0 它產生的廠有趨近於0 所以它就不會去影響到原來的 原來你要測量的那個廠 OK 好 所以這個是那個 下面講的這些 那 所以因為它是一個力的觀念嘛 那我們知道力是一個向量 所以 我們現在討論的靜電廠是一個向量廠 那我們前面第二章最後面 講到一個home host 定理 Home host 定理告訴我們說 任何一個向量廠只要你知道它的curl 知道它的divergence 基本上 你就在某一個constant之內 你可以唯一的把那個向量廠決定出來 也就是說你知道那個向量廠是什麼東西了 所以 基本上我們第二點 就是我們所謂的 靜電廠 或是以後我們要看的 這個磁場 我們就給它 兩個基本的假設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知道 靜電廠 的divergence 這個符號 大家 應該熟悉吧 這個符號就是divergence符號 另外一個如果我們也知道 curl 1 所以這個是curl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curl1知道divergence1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知道這個電廠1是什麼東西了 所以我們所謂的靜電廠的兩個基本假設 就是我們假設divergence1等於什麼或是假設curl1等於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第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寫 這兩個假設的原因在這邊 跟第二章的靜電廠的定理有關 所以 到這邊也沒問題 沒有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第二點 這個我們叫做differential form 因為我們把電廠寫成電廠的微分 某一種形式的微分要等於多少 因為divergence跟curl都是微分的運算 所以這叫differential form 而且 在我們寫這個時候其實並沒有說 要在什麼樣的坐標系裡面來運算 所以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前面在介紹 divergence跟curl或是gradient的這幾個運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基本的定義都是從幾何上面來定義 並沒有去參考到任意一個特定的坐標系 裡面去把它定義出來 那我們後來 會有那個 那個Dale這個operator 到底你在xyz坐標 在圓柱坐標 在球坐標裡面有不同的計算的式子 那個是你把原始的定義 把它套到那幾個坐標系裡面 真的要算的時候的算式 OK 好 好 所以我們假設什麼呢 我們假設divergence 1等於rho除以ε0 然後我們假設curl1等於0 所以 這兩個式子就是兩個 靜電廠的 基本假設的微分式 OK 然後這個rho等於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講義 rho等於volume的charge density 就是 單位體積有多少電荷量 好 然後我們假設curl1等於0 那大家記得 這個電廠 是定義在某一個位置上面嘛 所以電廠基本上是一個 空間的函數 那 這個 微分運算給你的也是一個空間的函數 所以這些都是告訴你在這個點上面 它的divergence 電廠的divergence要等於 rho除以ε0 那ε0是某一個常數 我們叫做permittivity of free space 我們現在討論的現在的空間就是這個空間裡面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 沒有任何的物質 只有 可能會有電荷分布在這個空間裡面 那這叫free space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呢 divergence 大家再回想divergence是什麼 我們原始的定義 它跟通量有關嘛 對不對 那我們原始的定義 divergence是定義成 單位體積 就這個電廠分布的空間裡面 單位體積有多少向外的通量 有多少向外的電通量 那 等候 但是右邊什麼 這邊是rho 就是單位體積有多少電荷 所以左邊是單位體積的通量 然後右邊是單位體積電荷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告訴我們說 電荷 是產生電通量 的 來源 或是我們叫做廠源 它是一個source OK 所以我們以前 基本上 庫倫電義告訴我們說電荷會產生電廠 不過你如果從這裡來看的話 基本上電荷產生的是電通量 OK 那 所以 那個我們前面講的 Helm Hose定義的時候 講到 一個向量場 它divergence 它curl 所以它一定有某些場源會產生 這個場 這個向量場的 通量 或是它的circulation circulation跟curl有關 好 那在靜電廠裡面我們假設 式子寫成這樣 我們剛才講過 產生通量 靜電廠的通量是由電荷產生的 那靜電廠的旋轉量呢 circulation是由什麼產生的呢 然後我們假設它是零 也就是說靜電廠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產生 靜電廠的circulation 那這樣我們要強調的是 這是真 我們現在講的全部是靜電廠 靜電廠就是 它不隨時間變化的這個場 靜電廠 另外一個 你反過來解釋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把curl等於零的這種場 叫做它是一個保守場 但你可以叫做 irrotational 等等 不過基本上 它是一個保守場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 講義下面的兩行解釋 第一個就是 靜電廠是一個保守場 那 在下一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靜電廠沒有 所謂的 vortex 或是circulation的sauce 它有 flow的sauce flow的sauce 或是flux的sauce 是電荷 可是它沒有任何可以產生 circulation 就類似那種 封閉的電 封閉的電力線 的那種 的那種廠原 OK 好 所以 這兩個基本的假設式 有沒有問題 當然我們後面會從這兩個式子裡面 會再去推導出一些 我們之前應該都蠻 學過的一些關於靜電廠的一些特性 在我們做那個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講說這個叫做微分式 因為我們把它寫成微分的形式 反過來你也可以把它寫成積分的形式 所以所有的 這些不管是靜電廠 靜磁廠 或是時變廠 都有相對應到的微分式跟積分式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積分式 這個是課本的三之四 這是三之五 我們先看一下三之四 這個三之四的這個微分式 相對應到的積分式是什麼呢 那這裡面大家看到這是 三之四是一個divergence divergence是一個體積的一個觀念 或是體積相對應到的它的表面的向外的那個通量的觀念 那所以 這個等號的左右其實都是單位體積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是單位 左邊是單位體積的向外的通量 右邊是單位體積的電荷 所以 假設 我們取一個 一個有限大的一個體積 V 它有一個表面積S 一個封閉的表面S 那我們把三之四 三之四是在這個體積上面積分 OK 所以 等號的左邊就會變成 divergence1 V 我們對體積積分 在這個V上面 來積分 OK 好 那 等號的右邊呢 等號的右邊一樣 就是 Rho除以Epsilon0 在V上面積分 積分就是summension嘛 對不對 你就把 那個每一個 每一個位置上面一個小小的dV乘上 這個式子之後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就是summension 這個summension就是這個積分的意思 好 那當然 你就可以解釋這個是單位體 比方說右邊單位體積的電荷 的積分 其實就是總電荷 OK 好 那在下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用divergence定理 對不對 divergence定理 是什麼 這是某一個向量場的通量 的閃度 的對體積的積分嘛 然後基本上這是單位體積有多少通量 那你乘上體積其實就是總通量 所以總通量 其實原來的定義就是 電場在 這個表面上面 比方說這個表面上面的 電場乘上面積是它的通量 那你把它積分起來就是總通量 然後在 這個它的封閉面積s上面 所以等號的左邊 你用divergence定理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等號的右邊呢 這是一個常數 Epsilon0是一個常數 我們就把它寫在分母 所以等號右邊變成 Epsilon0不看法變 rho對體積的積分 rho是單位體積的電荷乘上一個dv 就是dv裡面的一個dq 加起來就是total的 你把sum起來 積分起來就是total的q 大q是分佈在這個體積裡面的 總共的電荷 不管它分佈在什麼地方 只要被包到這個裡面 統統把它算進來 ok 那當然這個q 可能有些地方是正電荷 有些地方是負電荷 那這個就是我們 下面這是其實我們之前上課 應該有看過 這叫高斯定理 那這個式子也看得出來 電荷q產生的是什麼呢 total的電荷q產生的是 total的電通量 電場對面積的積分是一個通量 電通量 所以基本上q產生的是電通量 ok 那個講義下面有一行式子就是說明 這個高斯定律是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課本上面好像有些 那個問答題啊解釋題啊 有沒有 或是說 比如說什麼叫做高斯定律 那基本上就是 你把這個定律 用 通常問說高斯定律是什麼東西 通常不是要大家把那個式子寫出來 而是說你要把那個式子的意思 用文字敘述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就可能就是類似 那個講一下面的這行話一樣 ok 好 所以3-4 所以這個高斯定律基本上就是 電場的基本假設 電場的基本 兩個基本假設裡面的其中的那個跟通量有關的那個假設的 積分式 對應到的是3-4 就是課本的equation3-4 好 那這個實際上是3-7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b的部分呢 好 從 另外就是那個curl curl1等於0嘛 所以curl1等於0我們也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積分式 那curl是 旋渡 旋渡跟你一個封閉路徑的 circulation的積分有關 所以我們就假設 我們選任意一個 面積S 它有一個路徑 它的邊界 是一個路徑C 那我們在S上面 OK curl1是單位面積 同樣回到第2章 單位面積的 total的 circulation量 旋轉量 所以 你把它乘上面積之後 也就是說我3-5式的等號左右兩邊 對 面積積分 那因為curl是一個 curl完之後是一個向量嘛 所以你是算它的這個向量的 面積積分 那等號的右邊還是等於0 因為 0積分就是0嘛 那 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講過 這是單位面積的circulation量 乘上一個小面積 然後加起來就是 total的circulation量 是S這個面積 S的這個大面積的 total的circulation量 那就是什麼 就是電場 我們要算的 討論的這個場 電場1在這個邊界上面 的 線積分 路徑積分 路徑積分 所以這叫什麼呢 這叫stoke定理 所以這個面積分 你用stoke定理轉換成 一個 路徑積分 路徑是沿著 s的那個邊界c 它會等於0 基本上這 代表什麼 代表電場1是一個保守場 跟重力場類似 就是你這樣走一圈 回到原點 基本上 電場做的工 是0 OK 這是保守場的定義 這是 equation 3-8 所以這兩個積分式 大家已經有看過了 那只是 我們還是 一開始可能 那個 基本的假設是從微分式開始出發 那為什麼 我們最後其實都是從微分式開始出發呢 因為 我們前面講過 積分式是 比方說你是在某一個 s的範圍之內 然後你看到 s 不是那個 v裡面 total的q 那這個積分也是這樣 這個積分是total的路徑上面的total的積分 所以 這裡面你就包含了空間裡面 很多位置裡面的一些情形 然後你把它加起來 所以 比方說 到底q是在裡面怎麼分佈的 其實在這個式子裡面 等號的右邊是不重要的 只要total的q是一樣 total的 總共的電通量就會一樣 可是這時候你就不知道 那到底這點的電場 貢獻了多少通量 這點的電場貢獻了多少通量 你就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它加起來是這麼多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 沒有辦法 很精確地去探討每一個位置上面的這些特性 所以最後 大部分都還是從微分式 來開始 出發 所以 第二點 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第三點我們就看一下 右邊的那個3-84 那個所謂的進電場 是一個保守場的意義是什麼 那這個基本上 大家以前應該也看過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所以 比方說現在這個路徑c 這個total的路徑c 這上面有一點p1 這邊有一點p2 所以我可以看得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靜電場 是一個力的觀念 單位電荷所受的靜電力 所以 力對路徑的積分 就是這個力 所做的工 對某一個單位電荷 因為1是單位電荷所受的力 所以 我現在假設把一個單位電荷 放在這個路徑上面 然後讓 那個進電場1 推著它 然後對它做工 因為推著它給它一個力 然後讓它沿著 這個路徑這樣子移動 所以 力乘上 那個位移量就是一個做的工 所以 我們可以去算什麼呢 我們可以去算 靜電場 把一個單位電荷從p1點 沿著這個路徑推到p2點 做了多少工 所以這是路徑積分的觀念 那個式子告訴我們做什麼呢 假設 我現在 靜電場 OK 做工 對單位電荷做工 如果 我是沿著這個total的路徑c 來做工 的意思是什麼 我從p1點出發 因為我的積分是一整個封閉路徑 所以p1點 出發這樣子 跑到p2 然後再回來 走一圈回到原點 總共做的 工是0 OK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我可以把這個路徑積分 路徑積分其實 就是做閃面訊 你把它切成很多小段 然後做閃面訊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 我先從p1 走到p2 的路徑積分 然後再加上 後面 第二部分從p2走回來 那 這個式子還可以再改寫一下 變成怎麼樣呢 數學上面 如果你把這個式子 第二項 第二項 你把這個 積分的上下線把它調過來 我這邊 原來是從p2到p1 也是我把它改成p1到p2 那沿著同樣的 下面的這個部分來積分 或是說我們 比方說上面這一半叫c1路徑 這叫c2路徑 所以 p1到p2是沿著c1 這個路徑 那 p2到p1 是沿著c2這個路徑 我們這兩項裡面 第一項我們不動 那第二項我們還是沿著c2 可是把順序 起點終點 顛倒過來 我們知道數學上面你必須加一個負號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 然後這會怎麼樣 根據3-84這個會橫等於0 所以你可以把 也就是說 這兩項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從 p1到p2 第一項 沿著c1這個路徑 的路徑積分 其實會等於 第二項 第二項是 同樣是從p1到p2 可是沿著c2 的路徑積分 這個是 關於curl 關於這個 circulation 的這個 這個 這個假設 所推導出來的結果 OK 好 這個是 3-11 所以這個 是什麼意思呢 假意上面 這些字就是在解釋這個東西了 所以我們一個靜電場1 它的這個 line integral 基本上 它基本上意義就是靜電場對單位電荷 做的工嘛 我們剛才講過 你從例的觀念來看 所以 我把一個單位電荷從p1推到p2 我沿著兩條不同的路徑 你會發現靜電場做的工是一樣 那因為c1跟c2其實任意兩條路徑 所以我可以選其他無限多種不同的走法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從p1到p2 然後靜電場這樣子 推著一個單位電荷 然後或是任何電荷 給它做的工其實會跟路徑沒有關係 OK 所以第一點它跟路徑沒有關係 那它會跟什麼有關呢 它就會跟你從哪邊開始 然後搬到什麼地方 跟它的起點跟終點有關 OK 這個就會跟我們後面講到的potential會有關係 因為我們假設所有的p1點是一個參考點 參考的位置 比方說遠點 或是 通常習慣有時候會說從無限遠的地方 當作一個參考的p1 然後這個時候假設p1固定了 那3G11式的那個積分的那個式子的結果就會跟p2有關而已 那p2就是空間裡面的任何一點的位置 所以我就可以定義出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積分丸是一個存量嘛 定義出一個存量函數 會跟一個 跟能量有關的一個存量函數 我們會叫它叫potential 這我們後面再講 好然後那個最下面這一行字那個箭頭就是說 3G11式基本上代表了 靜電場裡面的能量守恆的觀念 就靜電場本身 做工 移動 推動電荷移動 它的這些能量基本上是守恆的 你不管 只要我的位置是一樣 p2的位置是一樣 那我不管走什麼路徑到那邊都是一樣的 或者說 我如果是 繞一圈 走完 回到遠點 不管我怎麼繞 最後回到 只要回到遠點的話 我total做的工就會是0 OK 好 好 那這個應該以前有學過啦 所以我們很快的 就 把 最 靜電場的兩個基本假設的微分式跟積分式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就 從這個基本假設開始 那我們去推導一些以前大家學過的東西 比方說第一個就是庫倫定律 OK 以前學庫倫定律的時候是 告訴你說我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Q1有一個Q2然後你發現 假設Q1跟Q2然後你去量 比方說Q1作用在Q2上面的一個靜電力 那是直接 告訴你力 等於多少 所以庫倫定律講的是力 那就會有一個公式嘛 等於Q1乘Q2除以R平方 然後乘上某個常數 OK 所以那個關係是可不可以用我們剛才講的那兩個基本假設 推導出來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3之3 好那庫倫定律 我們假設有一個Q 擺在一個 Q是一個點電荷 因為庫倫定律 基本上講的是 OK 庫倫定律講的是兩個點電荷之間的作用力 那我們現在假設說有一個 所以這邊講的都是點電荷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點 這個 Point charge Q 然後一個 Boundaryless的free space 這邊講這些話 是有一些 意義的 Boundaryless就是一個沒有邊界嘛 沒有邊界就是無限大的意思 那 free space 就這個space裡面是沒有什麼任何其他的東西 就只有空間而已 然後可能會有電荷 OK 那我們現在假設電荷就是一個點電荷 在一個無限大的空間裡面 OK 所以 這個時候 如果你把這個點電荷當成圓點好了 因為 點電荷是 沒有大小沒有方向性嘛 它沒有大小沒有面積沒有體積等等的 然後它也沒有任何的方向性 也就是說 你從這一點看出去 不管看到什麼方向看出去 基本上 看到的 特性看到的 結果應該通通都是一樣 一個點 的sauce 的特性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種 這種特性我們叫做 球對稱的特性 這個叫 Sphysical Symmetry 球對稱就是 基本上是類似 比方說球坐標裡面 有沒有 球坐標裡面是從原點開始去定義出 R Sitta Phi 等等 的那個坐標值 那球對稱就是 好像一顆 一顆球一樣 就是一個圓圓的嘛 那我從球星開始 到各個點上面的距離 都是一樣 然後假設這個球是一個 uniform的球 那我不管從哪個方向去看到的那個球的狀況 都是一樣 這種叫做球對稱 所以 所以 所以一個Q產生的電場 比方說在這點產生的一個電場 在球對稱的狀況之下 他基本上在我們還沒有 還不知道產生的電場是什麼樣的形式之下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知道 他產生的電場 應該會是怎麼樣呢 他應該 在這點 電場應該的方向就是 從Q的位置 到這一點 比方說OP 這個方向我們定義成 球坐標裡面的 鏡向的方向 那因為他沒有特定的方向性 沒有我們剛才講的球對稱裡面沒有特定的方向性 所以電場 他 這個向量只可能會有R 鏡向方向的分量 他不會有角度的分量 因為 你若有一個特定的角度分量 意思就是說你這空間裡面有某一種特定 特殊的角度上面的關係 可是球對稱裡面沒有這個關係 所以他最多最多會只有 這個 電場的R分量 而且 這個R分量 基本上只會跟距離有關 不會跟角度有關 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是從這個對稱的特性 出來的 OK 所以那個對稱的觀念在簡單的這個 簡單的這種電磁場裡面其實蠻重要的 你要 有某些 就是在 有些很簡單的 如果你知道他的對稱的話 對稱的特性的話 其實 你那個問題就很好算了 OK 你就不要 把它電場寫成一個 General的還有三個分量 然後每個分量的R 叫C to phi的 那種 相關性都不知道 然後你去 去求他的 那個電場的 的式子 基本上就 幾乎是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從 對稱的角度來看 基本上 你知道他的數學形式是這樣 然後後面就很好算了 好 好 所以這個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的話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好現在我們知道 一個點電荷產生的 在P點產生的電場有這種特性 那到底 這個ER是什麼樣的函數形式 我們現在要來算一下 那那個剛才3-7 就是這個地方 下面這樣插掉了 就是 3-7是 針對任何一個 一個封閉的面積S 它的總 電通量會等於 Q 除以ε0 Q是S裡面的 總電荷量 所以 如果你要用這個式子 這個高式定律 那你要找一個 封閉的面積 或是你要找某一個體積 它的表面積 那 在這個問題裡面 因為是球對稱嘛 所以很自然的你應該會想 你要去找一個球面 或是那個V 是一顆球 它的球心就擺在Q 的位置 然後它的表面就是 這個所謂的高式表面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 把這個叫做圓心 然後取一個球吧 OK 然後這個半徑 是R 然後這個半徑的方向 是AR的方向 OK OK 好 那我們就把 這個S 所以現在這個 這個黃色的這個球面就是S 就是這邊的這個S 那 所以在這個積分會等於什麼呢 所以在這個S上面的積分就是 我們剛才講過 現在你這個基本上就是圓點嘛 所以電場 E會等於AR 乘上ER 而且ER只是R的函數 距離的函數 這個是電場 DOT DS 那DS是什麼 DS是這一點 這個球面通過P點 所以 DS是通過P點這邊的一個 DS的面積 小小的面積 其實你要把它 畫出一個小面積出來 所以那個面積的方向也是R的方向 乘上一個 大小就是DS OK 所以在這一點 那個面積的或是球面 Normal的方向剛好跟 這個形式的電場的方向是同樣的一個方向 都是在R的方向 所以你的這個積分式 就會等於什麼呢 所以這個R.AR.AR就是E嘛 然後剩下的會等於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看一下 這個ER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 某一個存量函數 可是這個存量函數只是 R的函數 那現在這個球面有一個特性 這個球面的特性是什麼呢 球面是 基本上一個球面的定義就是 球面上面任何一個點到球星的距離 R 都一樣 對不對 球的定義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個球面上面積分的時候 所有點上面 看到的那個R其實都是一樣 也就是說我在積分的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R其實是一個常數 它不會變的 它不會隨 不會隨我的Ds在什麼地方 不會隨我P點跑到什麼地方 而改變 我P點在這邊 R是這麼多 P點如果在這裡的話 R也是一樣 所以在這個積分過程裡面 R是一個常數 所以你可以把 意思就是基本上 這個 對積分是 過程而言是一個constant 所以你把它搬出來 好 那搬出來之後剩下 這個搬出去了 然後這R 所以剩下面積的積分 那面積的積分你計完分就是球面 球的表面積 球的表面積就是4拍R平方 那 所以上面這個式子的 等號的左邊最後得到這樣子 那等號的右邊呢 等號的右邊是那個黃色的那個大球 裡面的總電荷 Q Q就是那個大球裡面總電荷 那我們就去數一數吧 這大球裡面有多少電荷呢 雙來雙去只有一個點電荷在這個地方 而且 不管我的R是多少 只要R 大於0 他就包到 這顆電荷 而且就只有這個電荷 所以 不管R是多少 這個其實最後 會等於Q 就是我們原來的 要討論的那個Q 除以F總0 其實我們要求的是這項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我們已經知道電荷是這種形式嘛 那時候還不知道這項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求到這項 所以我們就知道電荷 等於多少呢 所以這邊一個點電荷Q所產生的電荷就是 就是AR 乘上 ER好了 ER 好 那 R 就是把這個4πR平方除過去 Q除以4π F總0 常數放在一起 乘上R平方 那有的時候有人會把它寫成怎麼樣呢 會寫成 R向量 Q除以4π F總0 R三次方 這個R向量就是OP向量 OK 有時候你用單位向量寫 有時候真的用那個OP向量 或是 你要求P點的位置 相對遠點的那個相對的位移 OP向量 那那個時候 你那個下面就是三次方 不過 因為R向量本身的長度 或是R向量本身的那個絕對值就是R嘛 所以 消消其實 這個大小還是跟R平方成反比 OK 大家以前有學過的 OK 那沒有的話那個 下面 就一些說明我們來看一下囉 所以這是一個點電荷 那如果這個點電荷是正電荷的話 正電荷的話按照這個公式 基本上 這個AR的方向是朝Y的方向 從這個原點開始朝Y的方向 所以 那個Q如果是正的話 產生的電荷就是在正的R方向 因為下面那個R平方通通都是正數嘛 那如果Q是負的話 如果是負電荷的話 產生的電荷就是指向 那個source 點電荷的 向內指向的那個方向 所以 從這裡面你也可以看出來 正電荷產生的電荷是朝外的負電荷產生的電荷是指向這個負電荷本身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大家可以稍微開始注意一下 就是一個點電荷 電荷產生的電荷 它的強度 就是我們說先它的方向不考慮 它的強度是什麼 它的強度就是它的絕對值 它的絕對值正比於Q 所以這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linear的關係 廠原 我們說電荷是靜電廠的廠原嘛 廠原的大小會正比於它所產生的廠的大小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它跟距離的關係就是R平方分之一 對一個點電荷而言 我們後面看到 你的電荷可以排成一條線 可以排成一個面 等等 那個時候 它所產生的電荷 跟距離之間的關係就會不一樣 好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現在算出來的電場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試著去計算一下 順便練習一下 球座標裡面的那個curl 怎麼算 你就把球出來的電場 帶進去curl 算它的curl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算一下curl1 然後算一算就發現curl1等於0 那curl1等於 也就是說 它滿足我們剛才講的那兩個假設式子裡面的 第二個假設式 那第一個假設式當然會滿足 因為我們這邊的推導的過程 其實是從第一個假設式出來的 所以 這樣子產生的一個電場就會滿足 我們要求它滿足的那兩個基本假設 那而且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個基本上就是庫倫定律 如果你真的去做一個實驗的話 你就可以量到 電場具有這個式子的這種特性的這個結果 這個實驗結果 好 那 第三點 第三點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裡面 當我們式子寫成這樣子的時候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ar 叫做 鏡像方向的單位向量 它一定是在某一個坐標系裡面定義出來的 也就是說你要知道坐標系的圓點在什麼地方 然後從圓點指出去的那個方向叫做 ar的方向 所以當我們寫成這個的 最下面這個式子形式 其實我們是隱含著說 我就把 Q所在的位置定義成圓點 然後定義出來的那個ar向量 那有的時候 我的問題裡面 這個Q不是擺在圓點 對不對 或是有時候我有很多電荷 那你不能每一個電荷都叫圓點 那 所以那個 第三點 第三點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 Q擺在這裡 好 我們Q擺在這裡好了 然後我要算的P在這個地方 可是我 因為某些原因 我圓點選在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 Q在P點產生的電場 怎麼來表示呢 那這裡面 通常 我們要計算的那個位置 就是要計算場的大小 或是什麼東西的那個位置 我們通常叫做 r向量 用r向量來表示它的位置 那Q是sauce sauce所在的地方 通常我們用r' prine 的向量來表示 那個後面我們其實 很多地方都會出現這兩個 這兩個 兩個位置的向量 也就是說所有跟 sauce所在的位置都加prine 的坐標來表示 然後跟我們 要計算場的位置 我們都不加prine 來表示 OK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向量 這個就是我們原來的OP線量 這個就會變成 r-r' OK 所以 你就把 這個 式子 你可以把它帶到 你可以把它帶到 最右邊的這個式子裡面 所以假設我的O點不在Q上面的話 我這個r就變成 r-r' r' 這個r'是Q相對於原點的位置 r是P點相對於原點的位置 那這個r三次方就是r-r'的這個向量 絕對值的三次方 就是三次四頁的最下面這一行 OK 好,第三點 那第四點呢 第四點就是 不管你現在Q沒有擺在原點 所以 我在這邊 比方說我在 我Q放在這邊 那我們在做這個推導的時候 其實 我們是算這一點的電廠嗎 並沒有說 我說 真正算 假設我一點電荷擺在這邊 因為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一定要擺兩個電荷 然後去 或是至少要擺一個測試電荷 去量測試電荷上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真的把另外一個電荷 比方說Q' 或是說 這個叫做Q1 然後這個叫Q2 我Q1在這邊產生的電廠 然後我Q2擺在 Q2當成一個測試電荷擺在這邊 去看一下 他所感受到在這一點的電廠是多少 然後你去量他的力 所以這個時候第四點就是 基本上是真正庫倫 定律是寫成這樣 就是 F1 F12 F12是電荷1 作用在電荷2 上面的力 所以我Q2擺在這個地方 然後 我就可以他就受到一個力 F12 那F12 基本上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 因為是作用在Q2上面的力 會等於Q2的電荷 乘上那個位置上面的電廠 F12 我們把它寫成 F12 這個就是電荷1 在 電荷2所在的那個位置上面 產生的電廠 這個符號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這邊大家要記得 那這邊大家要記得 靜電廠 不管你Q2存在不存在有沒有放上去 那點上面都有一個靜電廠 可是你要去量力 一定要把Q2放上去才能夠量他的力 所以就會 大家就套用一下那個地方 假設把Q1擺在原點上面 就會變成 AR 那我們 好 Q1 所以那個 長本身的大小是 所以這邊的這個Q就是 Q1 OK 除以 四排 F0 R 平方 好 那再乘上Q2 那 通常我們會 特別把 R12 然後這邊寫R12 所以就是 R12就是 Q1跟Q2之間的距離 然後AR12是從 電荷1 指向電荷2 的方向 就是從Source 指向 那個P點 的方向 叫做AR的方向 OK 如果你把 真的把12統統放上去的話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酷倫的 酷倫的靜電力的酷倫定律 OK 好 這個 所以我們從 原始的那個兩個Differential的 假設開始 其實最後可以推導推導推導出 這個酷倫定律的形式 那我們前面講過 你可以真的去做個實驗去 驗證一下 這個式子到底 對不對 OK 所以那個最下面 下面有一段說明 就是我們現在講 酷倫定律裡面有一個力 有沒有 那力裡面你一定要放兩個電荷 Q1 Q2 所以 力跟場的觀念 有時候要稍微區分一下 所以力一定是你要 然後有某一個東西你要去 去測量作用在那個物體上面 不管是重力啊 是靜電力啊 或什麼其他的力 你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物體 然後它才能夠去測量 所以 那個 從力的觀念來看 我們是 Q1這個電荷 作用在Q2這個 電荷上面 所以是兩個物體之間的作用力 那跟空間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比方說Q1跟Q2中間 這個部分的空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個裡面是不去討論的 那 而且我們也不太討論說 好像 它作用在它上面 好像就瞬間就出現了 然後我在這邊擺了一個電荷 瞬間就感受到一個這邊給它的力 那可是從場的觀念來講 不是這個樣子 從場的觀念 就是我們剛才講 當我Q2還沒有擺上去之前 我Q1其實已經在空間裡面 建立起這種電廠的分佈了 所以電廠是空間裡面的特性 那我要去了解那個 某一個特定位置上面的那個電廠 或是電廠的特性的時候 我擺了一個測試電荷 Q2上面 去測試一下這一點的電廠 的大小有多少 所以 廠是一個空間的特性 OK 跟你那上面有沒有電荷 沒有關係的 就像重力廠也一樣 跟你有沒有質量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我們後面通常都會去討論 這個空間的特性 這個廠的這個角度 來討論電磁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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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